好 各位 請你再次回我 正如我做的 準備嗎? 你的回合 非常好 好 2022年4月21日 康民處加開了60個寵物共享公園 今天我們會去其中一個 我最期待的中山紀念公園 出發在中山紀念公園之前 我們會去了一間位於西環的Cafe & Restaurant 那裡先吃了午餐 餐廳位於南昌大廈 但那裡不能拍車 最近可以拍在保德路6號 有些錶位 錶位都爆了 這邊兩小時錶位都很充滿 要等一會 拍了之後 走過去餐廳 就約摸兩分鐘左右 到了 就是這間 G Day 室外會有 兩張桌子可以帶小狗 因為Good Day 我都沒有位 我們今集 臨時轉了這間 在Good Day的旁邊 叫做 吃泰國東西的 意外地這間又不錯 我和泰式 原來這裡附近有一個 南里停車場 在餐廳旁邊 Good Day那邊環境比較好 這間泰式會對著 天橋底馬路 還有Good Day會有狗狗餐 但沒辦法 因為我們趕著去狗公園 又肚餓 所以這次吃了這間 由餐廳開車去中山紀念公園 大概是三分鐘左右 那拍車就拍在 中山紀念公園 體育館停車場 價錢就是 星期六日每半小時13元 首兩小時 之後兩小時就19.5元 每半小時 上網看 不是整個 中山紀念公園 都是帶小狗 現在就來實地看看 究竟 什麼範圍可以帶小狗 這張圖寫了 寵物共向公園的範圍 沿著整個海旁走 不包括中間的大草地 很可惜 中間這個圓形的大草地 是不可以進去的 那我們就沿著海旁走 哇 海旁好美啊 藍色線的裡面 靠著海旁這邊 就可以帶小狗 好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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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條海濱路一望無際 好長好長好長的 出了中山紀念公園之後 也有一條很長的海濱路 好美啊 好美啊 有爸爸嗎 爸爸呢 爸爸呢 你這裏滿可愛的 爹爹,爹不敢叫你 Kofi,Kofi Kofi,Kofi,Kofi Ko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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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短片來到這裡已經結束了 希望你們可以給個讚和訂閱我們的頻道 拜拜